開機隨身碟的製作 在ubuntu 16.04的地方 在開機碟 開機隨身碟製作上 有一些小變動 首先當然你必須要有ISO檔 下載你自己適合的ISO檔 下載完畢之後 假設我們的ISO檔放在下載裡面 我們已經有一個ISO檔 那這個ISO檔我們怎麼做格式化呢 做開機隨身碟 我們在 應用程式裡面輸入USB 它有個製作開機隨身碟 起來之後 第一個你要找印象檔的來源 確認它的位置是對的 最好你自己再確認一次 所以我下載這裡面的 7月15號的ISO 那這邊會有一個 隨身碟給你選擇 你隨身碟插入之後 如果你隨身碟沒有插進去 它是沒有辦法 偵測到 它就沒有辦法給你做 那在以前 下面這邊還會有一個 可以讓你暫存檔案的 4G左右容量空間 現在 已經沒有了 所以你只能直接 選擇製作開機隨身碟 然後選擇是 這時候它就會把ISO檔 還有開機程式 幫你把它寫入隨身碟 它就可以自然就可以開機了 那這需要一段時間的等待 為了環保旗艦 為了環保旗艦 個人還是建議 使用隨身碟來製作開機隨身碟 盡量不要再把ISO用光碟片來燒 這樣會比較好 加上現在隨身碟速度遠比光碟快 所以如果你有USB3.0的隨身碟 你可能花5到10分鐘不到 就可以把 一張 開機隨身碟做成功 看到安裝完成 這個時候就已經 可以做完了 這是開機隨身碟的製作 謝謝